一辆轿车在没有耗尸灯的路口回转 导致对象的重机骑士被吓到自摔 连人带车滑向车底还差点又被轮胎给碾过 还好当时只有四肢受到擦错伤 警方调查发现双方其实都是附近联合大学的学生 在回到宿舍的路上发生车祸 银色轿车直接回转 导致对象车道的重机骑士吓到急煞自摔 整个人滑向车底差点被碾过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机车插撞车头冒出火花后往前滑 车祸车火速赶到车祸现场 骑士意识清楚只有手脚插挫伤 执行车从那边骑很快 时速大概应该有7 80 听到有很大声的插撞声 机车是直接自摔 有插出火花这样 患者主速为左脚右脚膝盖 有两到三公分的撕裂伤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13线 20岁的轿车驾驶在5号之路口回转 导致22岁的诚信骑士反应不及撞上 两个人都是附近联合大学的学生 在回宿舍的路上 距离学校不到100公尺处 发生碰撞 如序男子驾驶之自小课车 于事故地点向左回转 双方经久经检测 均未有营久情形 学士回转 海硕士 击杀自摔 酿乘车祸 基于肇事责任 警方将进一步理清 记者张鑫杰 表力报道